大家好,欢迎来到电气专家讲坛频道,我是赵志范 今天我们来讲一讲在工业领域和商业领域做电气设计有哪些区别 这也是电气设计终极讲座的第13讲 这里是今天讲课的agenda 我们今天主要从以下这些方面来讨论一下 做工业电气设计和建筑电气设计 它有哪些区别 大概分以下14个方面 第一方面就是说我们做的项目的大小 第二就是这种项目的类型 第三就是我们在做电气设计的时候 工业领域和商业领域 它所遵循的code standard regulation有什么区别 第四呢 那就是我们在做这些项目的时候 这些主管部门 他们在这个项目当中所起的作用有哪些不同 第五呢 那就是这个建筑电气设计和这个工业电气设计 他们在设计阶段有哪些不同 就是分哪些不同的设计阶段 那第六呢 我们就谈一谈就是说 在做工业电气设计和这个建筑电气设计 那我们这个设计费啊 这个设计这个budget有多少hour啊 这有什么不同 那第七点呢 我就想说一说就是 我们做建筑电气设计和这个工业电气设计 从它的设计范围方面有哪些区别 第八一点 在选择电气设备的时候有哪些区别 第九呢 我想谈一谈这两种不同的电气设计 它有哪些这种限制和哪些需要特殊考虑的地方 第十呢 我想谈一谈这两种不同电气设计 他们的设计文件都有哪些有什么区别 第十一呢 简单的介绍一下 这两种不同电气设计 这个领域里面使用的软件都有哪些 第十二呢 我想简单的说一说 那么这两种不同的电气设计 它这个document control有哪些区别 那最后呢 我想谈一谈 就是说你从事建筑电气设计 和你从事工业电气设计 从你个人收入这方面 还有这个工作的稳定性方面 有哪些不同 那这个就是我今天要讲课的一个agenda 那下面我们来谈一谈 就是说这个工业项目和这个民用项目啊 它从这个项目的大小方面 是怎么样一个情况 一般来说工业项目都是比较大的项目 那甚至它可以到几十亿 甚至几百亿这样一个项目 那当然了 由于项目大 它这个建设周期也长 那需要更多的人 一个更大的这个项目的团队 来完成这个项目 相对来说 commercial这种项目呢 那就要比工业项目小很多 一般来说都比较小 这种上billion的商业项目很少 一般上亿的这种commercial项目 就算比较大的了 由于它相对的工业项目来说比较小 那当然呢 它这个建设周期也要比工业项目短 那这个整个的项目团队也没有那么大 那第二点呢 就是这个项目的类型 一般来说工业项目 我们在这里指的 主要指的是这种重工业的项目 比如说 这石油天然气行业 这个power 就是这种像电力行业 还有矿山啊 还有这种纸巾啊 等等等等 那这类项目呢 它通常都不是建在 这个市中心 一般离这个城市呢 都有一段距离 还有一类工业项目 实际上我们叫 light industrial project 那这里边包括 比如说一些制造业啊 像半导体行业啊 类似这种 这个呢 我在这里就不谈它了 我就谈一谈这个 heavy industrial和这个 commercial 这两个sector之间的一些主要区别 那么这种商业或者是这种市政项目啊 啊 这里边也包括了很多种 其实比工业项目可能更 种类更多一些吧 你比如说有政府的项目 有这种学校的项目 有办公室的项目 有这种住宅 那通常这类项目呢 都是在是市里 或者离城市很近的地方 第三一个呢 我想谈一谈就是 我们这些规范标准规定啊 在这两种不同项目里边 它的应用有哪些区别 像一般的工业项目啊 我们用电器设计的时候 我们用这个Canadian electrical code 比较多一些 building code很少用 为什么呢 因为工业项目 大部分都是离市区比较远 然后它本身就是一些工业厂房 很多都是在室外 你比如说这种石油天然级行业 它有很多这种管道 所以这个项目里边 只有一些很少一部分 要用到这种building code 就是厂房本身 因为做工业项目的时候 一般这种工艺专业 或者是电啊 或者是这种mechanical专业 相对来说 比那个architectural 这个structural专业要大得多 它不像在这个commercial领域 它完全是反过来的 那么在工业项目里边呢 与他们这些项目应用的这些规范标准规定 它把它整个整合一下 就形成了一套他自己公司的这种标准 那这个标准呢 它也是每两年啊 或者每隔多长时间更新一次 因为它要把这个最新的现行的规范标准和规定 要把它融合进去 在做这个工业项目的时候 相对来说 在这方面比较简单 我们就拿这套甲方的这个标准 按照它标准去做就好了 那再参考一下 比如说Canadian Electrical Code或者Building Code 或者一些其他的相关的规范标准 就是在这个Owner这个Design Standard里 没有涵盖的这部分 那如果在设计当中 比如说我们遇到一些不太好解决的问题 有些设计必须和它这个Owner的Standard 有一定的deviation怎么办呢 那这个要报请这个公司 也就是甲方的Subject Matter Expert 他来批准就可以了 那从另外一番问讲 这个建筑电器的设计 那和工业电器设计就有很大区别 他在这个规范标准应用方面 在这个建筑电器设计领域 基本上没有这个Owner的Standard 所有的这些规范标准规定 都有实行这个电器设计的工程师 由他来说了算 由他来参考所有的这些 应用的规范标准规定 然后呢 他把这些规范标准的这些规定应用到他的设计图纸和他的设计的说明书 Specification 里面 从这个角度讲呢 作为建筑电器设计的这个电器工程师 他在规范标准规定这个方面 一定要有渊博的支持和丰富的经验 他必须非常熟悉这套规范标准和规定 而且他要承担所有的责任 那你做工业电器设计的时候 你只要follow Owner的Design Standard follow这种简单的几个像CEC这个code就可以了 那下面我们再来谈一谈就是主管部门这个问题 AHJ Authority Having Jurisdiction 那对于工业电器设计呢 一般来说这个AHJ介入的很少 你像在阿尔格塔我们做一些项目 他们这个contractor他申请这个电器 electrical permit的时候 他也是跟这种third party inspection 这个agency来申请 然后最后施工完了以后 做inspection的也是一个third party inspection agency 他并不是这种政府部门 因为这些项目一般比较远离时期比较远 所以这种市政的这些inspector 很少去现场做这个inspection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我们这些tad的项目的设计图纸 很少交给这个AHJ来做review 那申请的promit呢 也不是很多 比如说很多时候这种building permit 或者是其他在commercial sector里边要的promit 很多这个大的工业项目几乎都不要 或者是这些主管部门 比如说当地的一个小趟 他会授权这个甲方 这个owner本身就有这么一个部门 他有权来进行这个项目 不需要promit 或者是他们直接就可以发这个promit 这个呢就跟这个建筑电器这个领域差别很大 那在建筑电器领域呢 我们有很多主管部门 比如说我们设计的图纸 首先要报CP来报P 拿到building permit 否则的话你不可能开始你的construction work 对这个fire alarm 有的时候我们需要fire muscle 他们来审定 对这个electrical 你像在安省 如果你这个电器系统的电压和电流 超过一定的范围的时候 在安省 你的设计图纸要报ESA 就是electrical Safety Association 来申批 所以呢 有很多这种AHJ 他要介入 他要review你的design图纸 同时呢 他们自己要到现场做这个side inspection 然后他给你发building permit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建筑电器和这个工业电器里边这个主管部门呢 他介入的程度 所起的作用 所做的工作是有很大的差别 那第五呢 我们来讲一讲就是这个工业电器设计和建筑电器设计 他在设计阶段有哪些不同 工业电器设计呢 通常他有这种basis of design 就是设计早期的这么一个报告 然后他有一个feed feed的实际上就是front end engineering design 这个应该相当于建筑电器设计里边的 应该是schematic design 或者是design development的这样一个face 然后呢 他下面有detail design 实际上这个工业设计里边这个feed的呀 他们做的应该说比较详细了 那个detail level是比较深的 然后下面呢 有一个detail design 这个detail design里边呢 有这个ifr ifp lp呢 可以是说issue for purchase 往往这些是给这种项目里边要去购买设备的 这样一个revision 还有这种ft就是issue for tender 还有这个ifc ifc就是issue for construction 那在建筑电器里边 我们有一些现有的项目 我们可能叫investigation report 还有这种bod 还有就是schematic design 这相当于33% design 还有一个db 就是design development 那它一般是66% 99%这种设计的深度 然后呢是issue for tender issue for building issue for construction 最后共产完了 有一个as built 这是这两种不同领域的设计阶段 这样一个大概情况 那第六呢 我想跟大家讲一讲 就是我们这两种不同的领域的电器设计 这种设计费有什么区别 一般来说工业领域啊 由于它财大气粗啊 所以呢 它会有很多的hour给你 那当然了 它要求你设计的深度 也要更深一点 就是更详细 相对来说建筑电器呢 它就没有那么多钱给你 那没那么多钱呢 我也不能干那么多活啊 所以我们设计出来的这个深度和工业领域比呢 相对来说要浅一些 没那么详细 我这里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就是我原来在一家这个石油公司工作的时候 当时我是做project lead 那个项目要上一台大概是150千瓦的柴油发电机 这个柴油发电机本身才15万 当时给这个consulting公司做 他们做这个柴油发电机这个设计 都超过柴油发电机本身的这种费用 而像类似的项目 如果在建筑电器里做 恐怕只是这个工业领域设计费的 大概七分之一八分之一这个样子 大家可以看到它差别多大 当然了 这个最后delirable的 它的深度也不一样啊 那个工业领域会做得很细 每个细节都能帮你考虑到 所以呢 这就是这个engineering budget的一个区别 第七呢 我想讲一讲 就是这两类不同电机设计 它们的scope of work 那一般工业电器设计里边呢 其实我们主要把精力是放在 这个electrical system design这方面 就是整个电器系统 另外呢 就是inc 就是instrumentation and controls 也包括automation这部分 因为它是一个单独的专业 它的工作量也比较大 再有呢 你像在加拿大阿尔伯塔地区 所有的这些石油天然气的项目 它都需要heat trace 因为它比较冷啊 这heat trace也是工作量比较大的 那像这种照明啊 Far alarm啊 它都是在这个项目里边占很小的比重 我们叫auxiliary system 一般情况下像这种项目都没有那种 我们在建筑电器里边叫的这种low voltage system 这个low voltage system呢 我们通常包括这种communication system security system public addressing system 还有这种audio video system 那在建筑电器领域呢 我们要做的系统呢 相对来说就要杂一些 power system lighting system Far alarm system 还有有的时候我们也做一些 building automation system 那当然也包括这个low voltage system 那么我刚才说的这个instrumentation control 还有这种heat trace呢 做的非常少 非常非常少 只是针对一些特殊的一些项目 它有这个要求我们才做 那第八条呢 我就说一说 就是这两种不同的电器设计啊 在选择电器设备的时候 它有什么不同 这个工业的项目 我们一般选择这个设备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叫MR materials requisition 这样一个document 那它会很详细的把我们要买的这些设备 它从技术方面啊 从这个financial这方面啊 它都会表达的很详细 然后呢 作为这个consultant呢 作为electroengineer 它在这个购货的过程中 也要提供很多服务 比如说如果这个vendor 它有什么question呢 你作为electroengineer 都要提供这种service 就是说它在购货 proportment这个过程中呢 involved也比较多 对于建筑电器 一般来说我们做engineer 在购货的过程中 我们就很少介入 我们就出一个specification 这specification呢 也没有MR那么详细 然后呢 这个甲方 一般他自己就去厂家去供货了 拿着这个spec 这个spec发给厂家 把这些一些技术数据 这个厂家呢 最后submit了一个shop drawing 然后我们electroengineer review通过批准 它就可以订货了 那对这个industrial领域呢 当然也有这个shop drawing review 这个shop drawing review就是比较extensive 就是比较详细的review 花的时间也多 那你比如说 我们在工业领域最常用的 有一个叫ehouse 就是electrical building 这里边它有electrical的这些设备 有这个inc的设备 这个我们electroengineer 要做很详细的图纸 然后给它们来生产加工 这个生产加工的过程中 有的时候我们的electroengineer 还要去这个shop去看 去做这个inspection 所以呢 在这方面industrial electroengineer 作为electroengineer 也要花很多的时间 第九 我们来说一说 这两种不同电器设计 有哪些这种 我们叫constrained 和这个special consideration 就是有哪些特殊考虑的地方 有哪些限制 我们必须要注意 工业领域啊 它像石油天然气最重要的一个 就是这种classification area design 就是在这种一燃一爆特殊的这种场合 我们做电器系统设计 再选择设备 包括这个电器施工的过程中 需要采取哪些安全措施 这是我们必须要考虑的一个问题 还有呢 工业领域 有很多这个HITREAS系统 它的规模有的是挺大的 还有就是instrumentation和这个control 就是仪表和控制系统 那你像这几个基本上 在建筑电器里都不考虑 还有一个叫catholic 这个是在工业领域 它有很多管道 它为了防腐蚀 我们采用的一些措施 这不在商业领域 也很少用到 另外一个还有其他一些 与这个工业过程控制相关的 一些安全的考量 这个也都要在电器设计里边 把它考虑进去 包括一些运行维护部门的要求 你像这比较大的这种工业项目 它通常要花几周时间 来做这个risk analysis和management 这个HITREAS 各个专业都要参与 像Process 这个INC 还有其他的一些专业要参与 把这些都考虑进去 工业的电器设计 它这些设备也好 系统也好 它的安装很多都是在室外 或者是在厂房里边 它都有足够的这些地方 地方根本不是问题 所以做工业电器设计的时候 大家不必考虑说我这个设备放得下放不下 基本上你想要多大地方都有 这个都没问题 可是在这个建筑电器里边 尤其是你在做住宅或者是商业开发 给这个开发商做设计的时候 那它几个平方米它都要扣 因为作为开发商它的目的是赚钱 你出了一尺假如说能卖一千块钱 你给它节省一百尺 那就是十万块钱 所以它把我们这个电器专业 其实mechanical专业也是一样 它把我们电器专业这个electrical room 挤得非常的狭小 那你就要花很多时间来考虑 你选的设备能不能放得下 另外一个你的设备和其他专业 有没有交叉有没有打架的现象 这是在做工业电器设计的人 一般遇不到的这样问题 那我做这个讲座的目的是什么呢 其实呢 我呢个人做过这种工业电器设计 做过民用电 就是建筑电器设计 现在呢像在阿尔伯塔呢 这个石油行业不太景气 我有很多朋友都失业 有一些朋友呢 他们想转到建筑电器这方面 那他不知道建筑电器和这个工业电器设计 有什么区别 所以我就想做这么一个讲座 给大家抛钻语的大概的说一说 那如果有想转行的这些朋友呢 可以有一个大概的了解 那么我们接着再回来说这个 有关建筑电器设计的一些 要值得注意的特殊的一些问题 那在做建筑电器设计的时候呢 这个电器设计师要承担所有这些技术的责任 因为我刚才讲了工业电器设计 每个项目还有自己甲方的standard 而这个呢 怎么设计没有standard 完全是依靠你根据对这种公共的code standard 或者regulation的理解 来设计一套你觉得可行的系统 那在这个过程中呢 就有很多和主管部门和其他专业和甲方 还有这个像供电局啊 供电公司啊 这些不同的party之间的协调 另外一个要求你有非常广的知识面 因为建筑电器里边呢 它有好多不同的系统 你像这种low-order system design 这里边牵扯好多专业 像安保啊 通讯啊 像这种audio video啊 这些都不属于电器的范围 都属于弱电的范围 另外一个做建筑电器设计的时候 有时候也要考虑到这个主管部门 对你图纸的review啊 和申请这些promit 另外一个 我们自己还要到现场做验收 要出这个像在BC有scheduleCB啊 像在其他省份 我们叫substantial competition ladder 但是你如果做这个工业电器设计的时候 这些几乎都没有 那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说 在做建筑电器设计的时候 我们要考虑这个设备的安装 因为这些设备几乎吧 99%的设备都是安装在室内的 而安装在室内呢 给你的地方就很有限 所以在这方面呢 作为电器工程师呢 要花一些工夫 把这个电器设备放在非常狭窄的 这个electroview里边 第十呢 我就想讲一讲 就是这两种不同的电器设计 都有哪些design document我们要generate 就是delirables 工业电器设计 那这里边有singline diagram 有这种load moder list cable schedule 还有这个panel schedule 还有这个cable tree cable layout 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什么power static grounding static lighting static 然后还有这个heat trace的设计啊 那这种仪表和控制的设计啊 最主要的还有一个就是ehouse这位 就是我们通常叫的electroview 然后呢 还有3D model 就是在工业领域里边 他用这种3D model来搞这些pipe啊 或者是mechanical equipment的这个协调配合 那么我们电器里边这些cable tree啊 有一些大的设备啊 也要把它moder了进去 还有啊 这个电器设备 在订货的时候 我们要有一个MR 再有与管道相关呢 还有这种catholic design 另外一个就是这些auxiliary system 像一般的啊 uxiliary power和这种lighting的图子 我在这里啊 用红色字的 就是说 这些的delirable 是在另外一种设计里没有的 那对建筑电器来说呢 当然我们也有simular diagram 我们通常有比较详细的这种power lighting fire alarm 和这种loads的平面图 这个做起来呢 相对来说 比indust 出的更专业 更详细一点 因为他要求的也比那边要阳格一点 多一点 此外呢 我们也有一些像这种study 和report 像power study啊 grounding study啊 lighting study generator sizing study啊 啊 这个也是一样的 都需要 还有panel schedule 那跟这个工业电器设计不一样呢 我们有这种low voltage riser diagram 就是弱电的系统图 还有我们最主要的跟工业电器设计不一样呢 我们有一个specification 像对这种中型或者大型项目 我们这个specification都是book spec 这是很大不同 像有些项目呢 这个甲方也要求我们给提供这个项目的工程预算 construction estimate 那对于大型的工业项目一般我们不会做这个construction estimate 他会顾专门的公司来做 因为这个项目比较大 比较复杂 啊 这是不同点 第十一呢 我就想说一说啊 我们在设计过程中呢 所用的软件问题 工业领域呢 像它画图软件 它一般用这种autocad 或者是micro station 取决于不同的甲方不同的项目 那除此之外呢 它还有一些做3D model的软件 像pds pdms 然后呢 电器设计 它还有一个叫smart plant 这个smart plant我不知道啊 因为我在工业领域做电器设计这个工作呢 干了大概五六年的时间 好像用的 在我工作的这些公司和项目上 我们用的不是特别多 也用的不是特别熟 然后呢 这种电力系统分析机算呢 我们用skm e-type 或者ezy power 那在建筑电器呢 一般我们不用micro station 卖画图 主要用autocad 那当然做power study 这个软件基本上都一样 再有一个呢 做generator的选择的时候 我们会用厂家提供的这些 免费的软件generator sizing 照屏呢 我们一般会用这种商业的照片软件来设计 第十二呢 我想简单的说一下 document control 在这两种不同设计当中的区别 因为工业领域啊 它的项目它比较大 那通常呢 对每个特定的项目呢 它都有一个dedicate 这个document control这样一个team 它来专门处理往来的这些技术文件 他们这个怎么发的啊 怎么收的啊 有transmitter啊 有什么submitter啊 这些 专门是由这样一个team来handle 它的工作量也比较大 图纸量也很多 那在建筑电器这个领域呢 一般来说我们没有那么大的项目 可能我们做的项目设计费大概也就是几万几十万 这都算大的 一般上百万的这种建筑电器设计费 这样一个项目就是非常大的一个项目 所以呢 它的图纸量啊 它的设计文件呢 远远赶不上这种大型的项目 那么一般情况下 像这种commercial领域的这种consulting的公司呢 它大概是一个branch office 有这么一个team也好 或者department也好 它会负责这些document control的事情 但它不是dedicate的专门做document control 那有的时候是一个project team 它这里边有一些人来管一管这个document control 但它很少有dedicate的document control department 或者team来做这些事情 因为它没有那么多workload 很多情况下都有这个project team自己来handle 那project team这里边通常有一个叫project administrator 它就是处理这个project的一些日常事务 document control只是它其中的一个duty 那最后我来跟大家谈一谈就是说 你从事这两种不同的电器设计 从你个人的收入和工作稳定性方面呢 有哪些区别 如果你是从事工业电器设计 你的收入呢 那要比你从事建筑电器收入高很多 有的时候甚至double 那前些年像石油天然气行业 确实是那个收入可能是这个建筑电器领域的double 那现在由于这些行业不是很景气到不了那么高了 从稳定性上来说呢 工业领域这种设计呀 它的工作呀就不如建筑电器这个稳定 因为这个工业电器设计它是跟着项目走的 每个项目里边有这个employee啊有contractor啊 很多情况下呢 如果这个项目完了没有新的项目你就要被lay off了就回家了 所以不是很稳定 可是这个建筑电器呢相对来说就比较稳定 它不是跟着项目走的 不是我招你这个人见来就干这个项目 不是它是有一个长期的打算 那因为它好多小项目 它觉得哦我今年呢 比如说我有30个小项目 我总体呢算起来 大概我有50万的收入 50万收入我可以养4个人或者是3个人 那我就现在比如说就两个人或者一个人 那我下边就找多少人 这些项目干的差不多就有新项目进来 只要这个新建来的项目不往下滑 它这个这些人就可以keep住 它是每年做这么一个叫projection 然后它决定雇人还是财运 一般情况下在这个建筑电器设计领域啊 或者是在commercial这种consulting行业啊 它基本上不雇这种contractor 它都是employee 所以呢 它那个收入呢相对来说就没有工业领域高 其实这也是一个就是比较合理的 你收入高你就不那么稳定 你收入低那再不稳定那就更不行了 所以这是这两个行业呢 在就业方面的不同 那我前段时间跟二伯塔的一些朋友聊天 他们就觉得老失业 一失业不知道下一个工作什么能找到 他们就比较忧虑 很希望找这个commercial的一个工作 尤其年龄大了以后 他需要一个稳定的工作 他就对这种工业的不稳定性呢 就比较担忧 有很多人喜欢转行到这种commercial领域 那我这个讲座呢 也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这两个不同领域工作 所了解到的一些不同点 和他们的各自的特点 今天呢 就讲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希望呢对大家有所帮助 今天的讲座呢就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我的频道 欢迎您订阅和传播 同时呢也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欢迎订阅和传播 请在这里 accessed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